文武本身是一個大壞蛋 但這次我嘗試在人性方面去創作它 因為我不想重點在做一個大壞蛋 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是大壞蛋 我嘗試去探討一下它的內心 為何會變成這樣的人 而且我多些是因為他小時候得不到自尊 好像一個underdog 爸爸又看不起他 因為他得到superpower之後 他開始想找回自己的自尊 他覺得有權力可能就有自尊 但有時自尊去到極端的時候 就變成一種自戀狂 變成一種自戀狂 也聽不到別人說話 而且因為他有些遭遇 他會將他這個東西 遷入在其他人身上 我覺得他會變成一種反社會人 我覺得是因為這樣 他變成一個這樣的大壞蛋 但我更多是覺得 他還是一個很失敗的爸爸 他很想愛他的子女 但他不懂怎樣愛她 他根本不懂 他連愛自己也不懂 我喜歡電影的結局 因為我覺得那個結局有很多遺憾 還有很多 有相比兩個人自殺死了 只不過我覺得我們得到的 inspiration 我覺得這樣 淒美一點 還有優軟一點 還有好像有很多遺憾 我還記得有一 初初 李安雲那時候 他經常跟我說 有love scene 我心想 我都拍了幾十年 你這個love scene 怎麼這麼出奇 到了拍攝的時候 才知道 原來我這麼大膽 我心想的原來 我心想的 我說我相信 還有因為當時 我跟 我對手湯圍不熟 第一次合作 那你 撒時之間 要拍一些這麼親密 或者這麼厲害的love scene 其實不是很容易 那當時李安導演 就令我們 變得熟一點 就是經常都安排我們學跳舞 然後有一個音樂廳 總之安排很多 我們一起吃飯 聊天 就陪我們一起 那慢慢大家熟了之後 去做這一類的戲 是比較容易一些的 所以才能分析 就麻煩 了 我看你 很快 照顧